蟹爪蓝,在炎热的夏天应该怎样养护呢? 欢迎们大家好,我是风盖花卉 蟹爪蓝到了秋天以后,开花的多少跟夏天的养护有着很大的关系 要是方法不对,那么它的叶片就会变薄,发软 严重的还会引起辣根,或者是叶片腐烂 那么应该怎样养护,才能够让它安全地度过夏天 并且让叶片长得肥厚一点呢? 所在的地区不同,气候不一样,温度不一样,养护的方法也不同 我们可以根据气候和温度来适当地调整 比如说,当温度在28度以下时,就没有必要给它遮阴,可以全是照样护 当气温超过28度以后,就需要给它适当地遮阴 特别是在上午的10点钟以后,一直到下午的4点钟以前 要是太阳暴晒的话,它的叶片就很容易发软,干系也容易腐烂 所以说,夏天摆放的位置特别的关键 接下来,再来讲一下浇水 有很多的怀友到了夏天以后,不知道应该怎样给它浇水 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根系,都是毛细根 所以说,不管是在哪个季节,蟹转栏是不能过于干旱的 我们经常所说的,干透焦透,并不适合蟹转栏 要是每一次都等盆土差不多干透时,或者是叶片发软时才给它浇水 那么这些白色的毛细根,就有很多会被干死 正确的浇水方法是像这一刻一样,当盆土还有一点潮湿时,就需要给它浇水了 所以说,浇水的时间一定要把握好 再就是讲一下夏天的施肥,也是需要根据气候和温度而定 比如说,当气温低于28度时,复合肥或者是花刀的一号,吸收的浓度为千分之一 施肥的频率为每隔7-10天使用一次 当气温超过28度,并且低于30大度时,肥料的浓度需要减半 可以每隔10天的时间给它使用一次 当气温超过33度时,就需要停止施肥了 因为这个时候的夏爪蓝,大多数都会停止生长,进入休眠,或者是半休眠状态 要是继续施肥,它不大不能吸收,还会给它带来负担 还有的话,有问,这些新长的小叶片,需不需要给它掐掉呢? 我在这里统一地回答一下,这些小的叶片现在不需要掐掉 因为现在给它掐叶没有任何的意义 给夏爪蓝摘叶的目的一般有两个 第一个,通过摘掉小的叶片可以让它生更多的分支 最佳的时间是在开花花以后,或者是春天进行 第二个目的就是催花了 我们都知道,夏爪蓝催花的时间是在10月份以后 所以说,在夏天给它摘掉叶片没有任何的意义 我们现在需要做的就是给它创造好一点的生长条件 让叶片长得厚一点,壮一点 为秋天的开花打合基础 再就是到了夏天以后,为了避免蜡根和蜡叶 最好是每个月给它喷尸一次多久灵进行杀菌 只要做到以上几点,我们的夏爪蓝就会安全地度过夏天 好了,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如果觉得有用,就给我点个赞鼓励一下吧 十分感谢您的陪伴和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感谢观看